Hello 我是師傅仔 上次建了一個模特兒 在Fusion 360 製造了一個搖控車子 這次就進行行動作 我們看看如何放一些鑽咀 讓它可以放一部CNC 磨出來 OK 開邊 這次我們加入一些行動作 上次畫完這個行動作 看看如何製造工程 首先我們去設計這裏 去製造工程 製造工程已經改變了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有什麼工程 tool library 我已經預設了我自己有的工程 主要是2mm flat mill 4mm flat mill 和6mm flat mill 全部是大小的 然後我還有90度的Countersync 這些斜的 可以做SIMPHA的Drill Bits 我主要是用這兩個 首先我們要考慮一下 如何製造工程 我想我會找一個Stock 圓柱體一個Stock 我站在下面 然後我先製造工程 製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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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東西是50mm 然後我會磨碎到大約32mm 大約這個Dramatur 大約這個Dramatur 34mm 大約這個Dramatur 大約1mm 大約約1mm 大約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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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索的中間開始 但是我的 CNC 是2Z 向上 我們就要去這個 Select Set 我們 select 這個 將這個推過去 我們有 XYZ 我們就對了 我們看看 Front View 吧 因為我的歸箱一定要掌插到 3mm 左右 現在是不夠的 現在是掌插到上來 但是這裡就跌到我的歸箱 所以我就要去 我不擺聲 但是我放置 1mm 左右 好 現在我就有 4mm 了 這裡有 3mm 的掌插 我留下 1mm 的 Clearance 給我的轉嘴 在上面玩 就確定它不會轉到那個掌插 左右 2mm 左右 讓它有些走陣位 因為你要標準到正中間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一定有少少的 Offset 了 所以我們就給它多一點位置 去救命吧 這些位置 OK 那個 Stock 搞定了 我們 Set Up 1 這樣 我們 Set Up 1 這樣 我們 Set Up 1 這裡 第一個 Operation 我想我會先做一個 Phasing 先剪掉頭一部分 因為那個 Aluminum 它鋸出來的時候 這裡會是平的 但是這裡就未必是平的 或者會斜的 所以我先做一個 Phasing Phasing TUO 我選擇 6mm 的 Flat Mule 這個 6mm 的 Thrill Beats 就是有四個 Fluid 即是四個刨 比起這部機 大約是 4600 的 Spindle Speed 這個做過很多 因為這個是有 Calculation 可以計算出來的 大約是 4600 我做過很多次測試 Feed Per Tooth 即是它每次批出來的厚度 那個 Chips 的厚度 0.03 就最穩陣的了 0.03 排球的時候 它的聲音是沉的 不會很 Chatter 不會很高音 而且那部機器就看著震 它都會保持得很穩定 這個設定是慢一點的 但是最穩陣 和 Drill Beats 會長明一點 OK 我們磨這裏 Default 已經磨了 Stock 的厚度 OK 但由哪裏磨到哪裏 其實Default 已經設定了很多東西 有 Clearance Height 即是鑽嘴 一開頭的高度 有 Fit Height 有 Retraction Height 每刨完一次 它會走多高 Tock Height 就是 Stock Height 淺藍色這個位置 就是 Aluminum 的厚度 接著 Bottom Height 就是 Model Top 就是這個藍色 這個全國可以自己選擇 但它Default 設定了出來 其實也對 我只要刨淺藍色 和這個深藍或紫色的材料走 它已經有了 那我也要留意這個設定 這個最重要 就是 Passing 每一次它刨多少 現在設定了 5.7 因為它的鑽嘴是6 它就用到盡量 但是看很多書 以前學過 就是你的鑽嘴刨多少 overstep 大約鑽嘴是1.4 我也試過1.5 我也試過很多不同的設定 但原來我的機器 3040 CNC 其實都是入門級 可以說是玩具 所以不要讓它那麼盡量 每次我都是大約刨1mm cube 所以我會設定1mm Stock Offset 我會刨多少少 刨到最後那一刻 可能它漏了一點 沒有刨到 因為它計算得很準 所以我會刨多少少 讓它刨準一點 1mm 差不多 BOTH WAYS 我會選擇CLAB CLAB就是 Stock在這裡 這樣刨的 這樣刨 下面會更滑 另外有一個 conventional 就是這樣刨 這樣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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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撞到 在下面的層面 所以你刨出來的Service 不會很Smooth 和很準 Multipass 因為都是1mm 設定了是刨1mm 就不用Multipass Stock to leave 不用留下 這些就是Lead in,Lead out 我都會Stay with Default 它就Generate了一大堆PASS 我們看回Stock Stock是這樣 它的PASS是這樣 是我想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 刨完之後 我就會拿回Stock 從VICE 拔出來 真真正正 量度它的高度 因為這個高度 其實是鋸出來的 不會Exactly是12mm 所以我們會拔出來 這個Stock Diameter 也不會Exactly是34mm 可能會多一點少一點 這個就是要到時 你真的按Site 用Lead machine刨到 大約34度 可能是34.5 可能是33 即是不會很準 或者一個高度 12.45 你有沒有卡尺 量度準 如果不是這個PASS 的厚度 就會不夠準 現在我刨了一個mm 這個Operation 我會停下來 拔出來 所以我的第二個Operation 其實我就要第二個 setup 首先 Stock Stock Size 因為我刨了1mm 已經 我要減回1mm 11 這個1mm 變成0 兩個Stock 是正確的 尾炮 刨了 好 這個Facing 這個Operation 我刨了 因為我直接 重複一個 所以重複一個 一個Facing 現在我就刨 Altr Diameter 我就用 2D Adaptive Clear 這個Operation 記得選擇 setup 2 Drill bit 我也是用6 這個設定是之前做Facing 的設定 正確 選擇這個Pocket Section 我就要選擇這個 藍色的就是 Remove 那個高度 就由 Stock Tock 去到我自己的選擇 我選擇 Bottom 我要下多少少 現在是-0.3 因為這個位置 已經是Vice的頂 我們不會把這個Depth 拆到那個Vice的頂 現在OK的了 再去就是 那些Steps Optimal Load 我每次 我都想刨1mm 這個Cutting Radius 就不太用 Climb Multi-Depth 每一次刨1mm 我都會刨1mm 和下1mm 我們就設定1mm Stock to leave 就是因為我想 外面這個圓 準確一點 滑一點 所以我會留一點 這個Radio Stock 留一點 之後再做一個Operation 就跑得更好 那我就留回0.5 但Axio 即是向下 我就不需要 Smoothing Turn on Smoothing 那這些 不需要你 都蠻適合的 OK 現在它有 那麼多個Path 是走得慢一點的 但這個Operation 這個Setting 其實是最穩陣的 我們看回Machine Time 大約都是3分鐘 都一定是多 比6分鐘 也不是那麼差 6分鐘 搞定這個Operation 我就開始搞這個洞 我會用4mm的轉帳 Duplicate一次 因為這個Operation 我會停掉它 換轉帳 Delete了這個 2D Adaptive 這個Setting 其實我的Stock 那個Diameter 可以設定為30 因為我已經刨了 選這個Setup 2D Adaptive 我選擇 我的轉帳 4mm的轉帳 OK 那這個Setting 都是4600 Finger Speed 但是 這個Feed Per Tooth 做過很多Test 做過很多Trail and Error 0.02 Chip 厚度 就最穩陣了 我們設定 276 276 這個0.02 這個Setting 是慢的 但是 又是那一句 是最穩陣的 我們Cut Pocket 在這裡 高了 就是Stock Top 還有 我們的Selection 這個 -0.3 好像 Outer 我們 Stock To Leave 這個我不需要 Stock To Leave 因為它是Clearance Hole Optimal Load 都是1mm Multipass 外扇 是1mm 到這裏了 因為它轉帳 它不會直接 Plunge 它會RAM 轉帳 沒有那麼傷 RAM到1mm 它就會繞大一點 開洞 開洞 開洞之後 再RAM Helical RAM 再繞大洞 一路打穿 所以這個就是設定Helical Clearance 這個要小一點 因為 Diameter 是6mm 但是它轉帳已經4mm 不是走得很遠 所以我設定1 1 1 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 它會有Error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的Operation 就是這樣 它一直Spiral 下去 接著 Mule 6mm Diameter 接著 接著 轉圈 轉圈 完成這個Operation 我們就要轉小洞 我們就要 Duplicate 設定 刪除了這個 因為這個 我們用開4mm Diameter Drill Bit 這個Operation 我們要換轉帳 所以我們又開了一個 設定 我們 Drill Drill 我這裡沒有設定 2.5mm 的轉帳 沒所謂的 你可以先用3mm 之後 做CNC 我們設定 2.5mm 轉帳 現在我設定 這個轉帳 主要是想要它的 Path 4600 如果這樣 Plunge 我用Default 都不用理會 OK 我們就選 Hose 選 Height 我想轉圈 Drill Tap Through 和轉多一點 Break Through 正0.3 對 Break多一點 這個 Drill Cycle 我會用 Chip Break 這個就是 它轉了 它會走上來 一點 然後再轉 下去 走上來 它的好處是 走上來 它會讓Chip 有時間走 否則它會 一直轉下去 它會融化了 到最後 我們就做回 這個Pocket 為什麼在最後做呢 因為每一次 Center 的時候 它都要拿 這個Plan 如果我們一開始做 這個Cylinder 不夠位置 放到Detector 那Plan 就不夠準 所以我們這一下 我們最後才刨 我們又要開到Operation 因為我們又要換轉咀 先刪除它 我們用6mm轉咀 設定 這個就是我Default 0.6mm Diameter Drewbit 這個就是 我們要刨 刨在哪裏呢 我們要刨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直接按Face 刨完了 看看height Stock-top 剛剛 刨到哪裏呢 Selection 我們選這個Face In between 淡藍色和藍色 我們就 Removed 這個 Optimal Load 我又是1mm Climb Multiple Depth 我也是1mm Multiple Depth 這個 因為我想它滑一點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 按下去一些很precise的Dimension 所以我radio的Stock 我會把0.5mm 但是這個 我就會用回0 Axial 不用了 Smoothing 這些可以Default OK 搞定了 之後我再加多一個contouring 刨賣0.5mm 之前我好像忘記了刨賣0.5mm 我一會兒做回來 那我用2D Contouring 同一個setup Contour 這個Diameter 由哪裏 Contour到哪裏 就是Stock-top 和Select Contour 但是我都想穩陣一點 我想看到 看得清楚一點 Multiple Depth 可以深一點的1.5mm Smoothing On 那它就刨賣 現在我先把這裏 這個 因為我Leave了0.5mm 我忘記了 對了 Leave了0.5mm 差一點的 我們刨賣2D Contouring 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由Stock-top 刨賣到那裏 Bottom 到0.3mm 多一點 Multipass 我可以1.5mm 接著這個 就不需要管 那它這個位 因為這裏刨完之後停 可能會有些瑕疵 所以 Offset Finish Overlap 2mm 它會刨多一點 其實這裏也有信 Overlap 2mm OK 搞定了 好 那我們可以試一試 Stimulate Stimulate 我們看回Stock 這個 2-Path Stock Holder 只是體脂 shaft OK 那我們可以play一次 這個第一個 Operation Facing 第二個Operation 就是2D Adaptive 2D Adaptive 2D Adaptive 之後就是2D Contouring 這個 接著我們就 Ram Hole 這個Operation 接著我們轉孔 轉完孔 我們刨回這個Pocket 出來 快點 我們Leave了0.5在這裏 我們最後的Operation 就是2D Contouring 搞定它 對 對 這個就是我們 D Operation 給到我們 的一個 結果 其實之後 做完後面 一模一樣 我們 Fight 就會夾住 這個 這個Cilinder 把它轉換 我們就要 設定 Stock XYZ 然後做Facing 那就搞定了 我們這次就放了 Operation 下去了 那下次 我們就走到 Workshop 那裏 G Code 然後將G Code 丟到CNC Mail 這個Pas 下次見